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要给您介绍的这道菜 属于这个广东口味的 是蒸的三鲜腐皮卷 这个腐皮卷的腐皮 就是这种豆腐皮 而不是豆腐衣 用豆腐衣也可以 首先要把这个豆腐皮 用油把它炸过 炸一下 炸一下之后就给它捞起来 放在这个冷水里头泡 放在冷水里头泡 这里有一盆水泡 泡软了 泡软了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里是泡软了的 好 那么现在把这个泡软了的 就拿来给它这个切 切成这个两寸宽 三寸多长的这种条 条状 一张一张的就变成这个样子 等一下就用这个来做这个卷 那么至于说这个材料 这里有切好了的这个 里鸡肉 就是瘦的猪肉 这里呢是鸡肉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 需要把它腌一下 腌的时候呢 要一点这个芝麻酱 芝麻酱里边呢 要放一点酒 放一点酱油 还有胡椒粉 盐 很糖 把这几样东西调好 调在一起 用这个调味的这个料 把这两样的这个肉 就是鸡肉跟猪肉呢 都把它腌过 好 这样子 拌的腌 腌差不多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甚至于时间再长一点 也没有关系 那么另外呢 还有的配料 这个配料呢 是包括了 切了条的叉烧肉 和笋条 和这个香菇 那么就这几样东西 一共有五样 那么卷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豆腐皮呢 放在中间 然后呢 每一样东西呢 都是一条 这里是笋子三样 然后这一块呢 是鸡肉 这一块呢 是猪肉 好了 就这样子 把它卷起来 先是讲三鲜 实际上呢 卷了这个 五样东西 我想你一定看清楚了 一块这个笋子 一块叉烧 一块香菇 还有一块鸡肉 和这个瘦肉 如果太细的 可以放两条 也没有关系 那么就这样子 把它卷好了 放在碟子里头 当然我想你可以 做个十几卷 十二卷 或者十五卷 看人数来决定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 水开了的锅里头去蒸 蒸八分钟就够了 蒸八分钟 那么这里呢 已经有一份是 蒸了八分钟的 蒸了八分钟 那个鸡肉 和这个瘦猪肉 熟了就好 一定要水开了 再放进去蒸 这样子那个肉 才会有弹性 才会好吃 那么蒸好了 如果不用这个 愿来的这个盘子上 你可以换一个碟子 可以换一个碟子 好 那么光是这样子呢 不好吃 还需要做一个这个汁 这个汁呢 就是用一汤匙的油 来炒这个调味料 这个调味料 包括了有蚝油 姜油 还有这个糖 葱花 这些东西呢 都把它这个调在碗里头 然后呢 就用那个一汤匙的油呢 在锅里把它煮滚 煮滚 这个汁 这个汁呢 就要淋在这个上面 或者是吃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自己来沾着吃 也可以的 因为这个卷的时候呢 下面没有风口 所以呢 比较容易开啊 所以加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 那么我呢 都是为了方便 所以我就不给它另外沾 而是就这样子 把这个做好的这个汁呢 就给它这样子淋在上头 淋在上头 这样子每一卷上面呢 都已经淋到了这个汁了 就很有味道了 很有味道就会很好吃了 这个就是今天给你介绍的 三鲜的腐皮卷 那么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关于这个豆腐皮 刚才这个豆腐皮用油炸的时候 油的温度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 它会泡得太厉害 起很多的大泡泡 所以呢 要温温的油慢慢给它炸 炸过了 然后有一点点泡就可以了 要放在冷水里头 给它泡十分钟 它就会回软 回软了就软软的了 假如你买不到豆腐皮 你可以用豆腐衣 豆腐衣呢 就是我常常买的 卷东西用的 就是半圆形的 那种的呢 你要把它一折三 给它叠三层 然后呢 用牙签别住 然后用油炸 炸了来用 也是一样的 这是属于一个这个半素菜 那么倒是蛮好吃的 尤其是在夏天 你不妨在家里试试看 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